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这要请多知 昨天晚上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 在众议院达成 恢复政府预算的共识 当然接下来联邦政府 会开始正常运作 所以我昨天才跟你提过 当政治角力 介入股市的同时 他对盘氏影响 通常是短暂的 而且是非常有限的 政治角力 他一定会经过一定的一个折冲 妥协 结果事件一定会圆满的和平落幕 所以以后记住 股票市场 如果遇到非经营层面的政治利空 记得要大胆买股票 多投行情有利空 那是你再度承接的机会 所以你昨天看到美国股市 是不是又再度的大涨 冲下波段新高 道琼来到26,215点了 他还有没有高点 多投行情不要预设高点 因为去年度 5月25号 美国经济学家席乐 他就已经跟你分析 美国股市可以再涨五成 当时候五月份 道琼的一个指数大概在2万1 现在涨到2万6 如果如同席乐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分析 涨五成要从2万1涨到3万点 有没有这样可能性 有没有这样可能性 不排除 而且不排除涨到3万点还有更高点 因为多投行情看回不回 不用预设任何的高点跟立场 除非你看到头部 对不对 台股也是一样 今天台股再度的创下波段新高 再度的出现连巴红 亲爱的头部 这个行情 你认为资金的一个效用 对台股 会不会造成可长可久的一个大波段 你真的要拭目以待 今天你所看到一个台币再度的升值 已经来到29.112了 今天呢外资又大买超台股 即51亿 所以呢 连巴红两次了 任何的回档修正 一样站在买方 如果谈谈没有回档修正 你还是要买 因为资金的一个效用 对台股的行情 真的不太容易跌啊 有跌要跟我买吗 对之前就告诉过你了 连巴红他不会回到这边让你买啊 所以当时候下来 是不是告诉你要站在买方 现在又出现连巴红 他要回到这边让你买吗 当然不会啊 所以呢 积极做揭入 这是你目前要掌握的一个操盘节奏 今天台股呢 才小涨21点 有些个股还是非常亮丽 今天摩斯米干领股票的一个尼克森涨领板 大中呢大涨 那近期的一个中美金表现也不错 涨了大概20%有吧 所以我们的一个操盘的一个节奏性 什么是反市场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这是你在股票市场上 能大获全胜 能所谓的一个得到稳定报酬率唯一的途径 上去那一段你才有办法赚到利润 下跌那一段你才有办法避开风险吗 来看一下尼克森 摩斯米的干领股票 当时我这一段大概20% 1月8号我45.8买 另外一档摩斯米的干领股票大中 上去113.5我有卖吗 另外中美金 我在1月5号83.1有卖 我赚了这两段 老同学应该很清楚嘛 当这些股票我高档卖掉同时 我什么时候跟你做提示 就在你比较悲观的那一天 叫做1月11号 回档下来我们告诉你 重新布局重新卡位 当时候的一个中美金 我卖在这一天嘛 卖掉之后回档几天 12345 5天是不是要转折 大中呢 我是卖在这一天 还有高点让你卖 从高点下来又刚好5天 又是1月11号 5天是不是要转折 尼克森也是一样啊 我这一天卖掉嘛 那高点下来 来到1月10号 又是5天转折 当时候我提示你 明示你 我之前卖掉这些个股 我已经开始重新布局了 你请赶快跟上 所以对于1月11号 盘氏回档修正那一天 我所提供给你的操作经理 我们请导播播一下 当天三个片段 当我卖掉之后 那从高点下来 245啊 5天了 可不可以做接回 可不可以做接回 请跟紧一点 从高点下来 12345 又是5天了 我一当5天了 可不可以做接回 卖了有没有跌下来 有没有跌下来 12345 5天 时间坡的转折到了 可不可以做接回 时间坡的转折到了 可不可以做接回 大盘给你是个方向 跟策略应用 方向要看对 我给你策略 有没有帮你如鱼得水 你很清楚吗 1月11号这一天 下来 再度的重新布局 重新卡位 他不会回到这边 让你买 三兵已经够强了 红八兵 难得的一个资金行情 你务必要积极卡位 所以呢 这些股票哪些 我有开始布局 尼克森 1月8号 45.8有卖 打下来 1月11号那一天 11.39分 回档5天止跌 39.8以下 就买回尼克森 当中交易在39.7啊 1月11号啊 高点45.8有卖 低点39.8接回 今天尼克森亮灯 45.25 1月11号 尼克森可不接 接回之后第一档整理嘛 整理完之后冲出去啊 在还没有掌停板以前 我就已经先买好了啊 已经先接回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才是你要接的一个十几点嘛 不是今天尼克森涨停了 才打电话进来问尼克森可不可以买 这样你落后十几趴 是不是 所以整个尼克森 在1月11号 五天时间波的转折 看到止跌信号39.8接回嘛 那今天涨停啊 15.25啊 那另外一档大中也是一样 高点113.5有先卖嘛 卖完之后 一样在1月11号 11.36分 回档5天止跌 103附近买回 当中交易在102.5啊 你是对时对价 103接回大中 今天大中呢 119.5 涨了是几块钱呢 一样是在最关键性的1月11号 告诉会员可以做结尾的动作吗 横向这里冲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反市场低进高出 高出在低阶的一个动作 很明确 我不会给你拖泥带水 只是说我要给你一个操盘的一个态度呢 在目前的一个行情 美国股市是如此的亮丽 看回不回 谈股市不遑多让啊 不遑多让啊 你的积极想在股市赚取大利润结军 一定要拿出来 一定要拿出来 不管有没有压回 个股来到支撑就跟我买 因为多头行情看支撑啊 唯一可惜的一点是 中美金这两趟的操作很精彩 1月5号83.1有卖 但是中美金我没有接回啊 有点可惜啊 我在1月5号嘛 整天卖掉啊 然后1月11号五天止跌啊 那为什么没有接回 因为我们把中美金卖出资金 去买值得 这两档股票都是我们特别会员的持股啊 我常常跟同朋友讲啊 我们可以混的一个持股大概三档左右 同一套持金 我混配的就是三档股票 我一定会出掉旧了才会进心的 我不是乱枪打鸟建一档挨一档那种分析师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我们中美金卖掉卖在高点啊 卖掉之后有下来喔 那因为没有买中美金啊 去买值得啊 但还好是值得上去涨幅超过四成啊 中美金呢上去大概是两成多左右啊 所以对于会员的一个操作绩效 其实影响不大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一个持股投资组合相当的精简 就是要让你资金发挥活力集中力效果嘛 所以呢中美金没有接回就是没有接回嘛 我不会无中生有啦 告诉你说啊刚才VCR我有播 所以我这天有买回 有买回我自然会修抠讯啊 所以没有中美金做买回的动作 而是去买这一档值得 那值得报酬力还不做啊 从低档去买进到昨天卖出 这样超过四成 当然你今天看到值得亮灯涨停板嘛 亮灯涨停板嘛 那因为我昨天讲过我值得卖出了资金 我昨天已经买其他个股了 所以今天的值得我虽然有心动 但是我也没有做接回的动作啊 有点可惜对不对 但是我的操作的过程 我全部的公开让你知道 我怎么进的我怎么出的 如果撞造四成的利润 这就是我们带给汇园的绩效嘛 那今天值得再度的往上拉高 代表我选股票市场上认同度很高嘛 所以你来跟我合作买我的股票 安全可不可靠 有没有大波段的财务 所以整个值得这样子超过四成啊 昨天卖在122 对 值得卖掉嘛 资金转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在80几块钱嘛 是哪一档 就是6438的迅德嘛 资金转买6438的迅德 在83.5附近买 这昨天卖出值得 转买另外一档强势机油股嘛 就昨天盖牌这档股票啊 对 这档股票 就是迅德嘛 6438的迅德啊 昨天迅德 收几块钱 收83.7啊 所以整个迅德 昨天讲过嘛 我们进了两笔单啊 有加码单 也有基本单 那整个迅德为什么要买它 因为它获利倍数成长 12云的时候呢 年长大率高达56% 这是昨天迅德的基本面 从2块4到5.04嘛 获利绩效是倍数成长 12云的时候 是不是年成长56% 没有错吧 所以迅德昨天看到形态突破了嘛 买啊 带量突破 买啊 我在9点50分 就已经先告诉会员了 迅德获利倍数成长 12云的时候年成长率56%嘛 形态突破82.3附近买 9点50分 迅德股价82.1啊 你是对是对价 82.3一定买得到嘛 昨天买完之后 再把 所谓的一个值得卖出的资金 再加码 迅德嘛 83.5嘛 所以呢一笔单是82.3 另外一笔单呢 是83.5嘛 没有错嘛 就这边啊 这边啊 82.3 83.5嘛 那尾盘 曾经涨到85.7啊 收盘83.7嘛 所以两笔单是不是多赚钱 两笔单是不是多赚钱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们的分析 绝对是有根据 有证据的 不是无中生有 嘴一嘴嘴而已啦 对 看途说故事谁不会 重点是盘中怎么带会的 要拿出实力啊 要拿出证据来啊 是不是啊呢 所以昨天一个训德 基本单是82.3啊 那加码单就值得83.5 值得卖掉资金 83.5去买训德嘛 很清楚的两笔动作啊 是不是 那今天一个训德呢 我在12.36分告诉会员啊 84附近还可以买 因为我认为还会再涨 12.36分嘛 告诉会员啊 经过两半钟股价83.9啊 所以84一定买得到嘛 没有错吧 那尾盘呢 收84.5啊 所以就一个操作的一个概念来看 迅德的股价 昨天突破当然可以买啊 买了之后 今天其实还有创短波高嘛 找盘冲高啊 冲高啊 冲高压回修正 高姿态震仗神力洗盘 我认为 它还有上涨空间 当然也不排除会过前波高 因为它的基本面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倍数成长啊 之前的105整年度才赚2.44吗 新年度前三季就赚5.04吗 一档股票如果基本面 是具有爆发率 是具有成长性的 它要不要反映在股价身上 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态度 有没有很积极在做 介入一档强势基础股 一档股票 要像值得这样一突破 就超过四成 再多多行情一定看得到 一定看得到啊 当时候利敦突破 上去一样超过四成啊 有很困难吗 一千多档股票 你只要肯用心肯花时间 这些强势基础股 你一定看得到 只是说那个介入点 你也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不清楚的一个十几点而已啊 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的交给我啊 我跟我的一个研究团队 会竭尽所能 帮会员创造利润跟绩效 因为我们对会员持股党数 就三档左右 火力集中啊 不管你任何时间加入我行列的 我给你股票 就是大概两三档左右 可以做股票 两三档就有够你贪了啦 对卖掉就能再换新的嘛 你的财务才有不断累积上去的空间啊 而不是每天给你两三档 这样一星期十几个月的 你要怎么照顾 你怎么会贪到大钱 所以我看到每次新进会的持股 只要看到十几档的 我都说不及格啊 不及格啊 你要怎么贪到大钱 分散的一个效果 大部分都是套牢的嘛 因为你没法照顾啊 对该卖的位置不晓得卖啊 结果呢套来套去 满手套了持股 这是很多投资朋友的毛病 在我这边不会发生 你放心好了 将我将你的资产交给我 在今年度的多头行情 能赚尽量赚 今年度的行情 比去年度更精彩啊 对从12月份 大家在担心外资放假 走得买死啊 外资放假卖超嘛 我说你要在外资 归队以前 领先外资先卡位 有哦 12月中旬下旬啊 第一量 是一个布局股票的时机点嘛 没有错吧 领先外资卡位啊 外资有没有归队 外资有没有归队 在新台币升值的一个加持之下 外资力挺台股 庆导老师 力挺你的操作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包括 你的资金 不想要如何做运用 你的持股 不想要如何做调整的 全部交给我 我帮你包下来 未来行情 我帮你掌握 就这样再回到前面的一个现场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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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5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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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定获利 补往福利 成档豆腐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价值行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立更报答入回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这一档环球金 我在昨天礼拜452有买回 因为基本面 持续的创新高的一个业绩 所以强势个股 环球金昨天表态 世界要买回 买回位置大概452 收盘479 这样进去的一个动作 一天可以赚27块钱 相当不错的一个报酬率 那整个环球金呢 今天早盘走落 我认为不太对 所以我趁它盘中拉高 大概在480附近 告诉我们市价卖出 因为它今天成量 确实不太够 环球金 量不够 就不是攻击盘 不是攻击盘 就不要胡乱追高 所以量价结构 对一档个股的一个操作的依据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你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今天12.15分的环球金 量不够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价卖 15分 当时候交易在479 你去对时对价 一定卖得掉 因为市价 479 480 所以今天环球金 我卖在479 如果拉高你不卖 尾盘 掉到467.5 差了几块钱 差了将近12块钱 所以一档股票 该出我就会出 所以从昨天这样一天的动作 452 到今天的479 一笔单27块钱 也是没坏蛋 我说过了 环球金高价股 我目前是以价差操作为主 如果一趟 花你大概40万 因为它的一个股价 400多块钱 买一张就好了 如果一趟可以赚3万块钱 10趟就赚了30万 就将近一倍的利润了 所以不要去 预设高价股的一个涨势 但是只要一档股票 你懂得做一个低进高出 转折的买卖点 我相信行情对你来讲 轻而预计 可以产生一定的报酬率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环球金 又多赚了27块钱 之前7趟嘛 赚6趟赔一趟 赚234块钱嘛 今天又多了27块钱 那加起来呢 刚好就是261块钱 8趟7胜一副啊 今天479再度的卖出 那什么时候接回 我心中当然有一定的答案 你想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这种高价股的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文貌也是一样 价差操作为主 300亿有卖嘛 1月5号 股价打下来 1月15号 回一档7天收缴止跌 25接回啊 1月15号嘛 不仅255我有接回 我还做了一个加码动作 当天 260再加码 对 什么时候卖 16号 270卖出基本单嘛 所以呢 基本单赚15块钱啊 上礼拜是 275卖出加码单啊 加码单是260也赚15块钱嘛 所以文貌这一次的操作 一样赚了30块钱 所以呢 对于这种高价股的高低点的价差 如果你是只会见涨追涨 间谍杀谍的 不适合你操作 因为你会最高杀低 你要运用是一个低进高出的动作 否则 对你来讲 反而不会产生财务的累积的效果 对你来讲 反而是一个 受伤的一个窘境 这是我要提醒你的地方 所以我给予会人盘中资讯 一定有价值 因为高点我都会卖 我会卖吗 上礼拜是卖在275吗 上礼拜是卖在275吗 1月18号啊 这一天卖在275吧 我卖掉之后 我们给你做预告 什么时候做结尾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大概在那个位置啊 是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时机点 跟价位 画给你看啊 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 你敢不敢进场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跟我联络上 昂保也是一样 295我有先卖 隔天大涨 我说该结尾就会结尾 17号我趁他底啊 304接回嘛 当天收高310.5嘛 我在18号 昂保313有先拔档啊 有先拔档啊 所以304到313 还小赚9块钱嘛 那昨天公开卖点之后 今天的昂保 还有3001让你卖哦 如果你不卖 尾盘又掉到292啊 那不是又招了一个高吗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买卖是有根据的 你来跟我操作 安全可靠 又有波段的行情 好不好 所以这档达卖 一样啊 该卖我就会带你卖 上礼拜四的达卖 98.2 卖啊 你如果不卖 今天一个达卖 剩几块钱 83.8 差了十几块钱呢 差了十几%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卖出这些个股 资金呢 就更好的一个妥善运用嘛 我们可以转进其他更强势的机油股啦 所以呢 上礼拜五 提供给你这一档 营收新高 形态突破 可以进入一个非常棒的强势机油股嘛 今天这档股票没有涨 我特别拿出来跟你分析啊 它跌下来我再买 逢低承接 对你来讲 风险才是有限的嘛 看清楚 上礼拜五突破了买点 今天呢 跌下来是回撤支撑的买点 另外一档机油股 昨天告诉你的 油亏转盈 十二元收年转率超过一倍的 一档股票 如果确立油亏转盈啊 转积的一个色彩 有时候股价爆发力相当惊人 昨天形态突破了 现买现赚 今天这档股票呢 盘中大涨7% 尾盘虽然有获利金卖 还是红街棒 所以呢 油亏转盈的相关个股 再多头行情 有时候它的爆发力 会相当惊人 你有兴趣的 赶快跟我们联络上 明天见 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